大家好,我是學良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凡克亞寶 蝴蝶PAPION 自動人偶腕表 那什麼是自動人偶呢? 通常是只用機械的方式 會自動啟動的一些機關裝置 那不管是人物也好 或是動物、植物等等 只要會動的,我們稱之為Automata 自動人偶 那這次在這款蝴蝶會拍動翅膀的機制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講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工藝上面的表現 因為我們知道凡克亞寶 它是一個珠寶世家 非常擅長使用各種珠寶的鑲嵌技法 譬如說隱密式鑲嵌等等 那這一次不只是表殼、表圈 鑲得非常美的鑽石之外 在它面盤的不同的層次上面 它也鑲滿了各式各樣的珠寶 讓這款腕表顯得非常耀眼華麗 那另外甚至於在譬如說 像有些立體的地方很難鑲嵌 譬如說像這個花蕊的地方 小花的這些立體的結構 它也都鑲得非常精彩的 這些珠寶的工藝的技法 好這是其中之一 那第二個呢 則是它髮廊的獨特技法的表現 包含你可以看到上面很多 譬如說綠色、藍色的這些 花朵啊跟這些枝葉的 這些立體線條 事實上它上面也都是髮廊彩繪 那這種技法是很少見的 為什麼呢?因為一般的髮廊 因為髮廊是立體的 那你要塗附的時候它會流動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的髮廊 通常都是只有坐在平面上 那像這種立體的難度 其實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其中最難度最高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透明的部分 包含它的蝴蝶的翅膀 是難度最高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技法叫做 這個彩繪 彩玻璃髮廊 那事實上它就是類似 中古世紀那種教堂的 這個馬賽克花窗一樣 那它的做法是先在這個 支架上的基底 這個支架先構成這個結構 在這個基底先做一個金屬的胎底 然後呢 再把髮廊顏料塗上去 然後高溫燒製 當這個髮廊成型之後呢 再把金屬胎底移除 那就會只剩下一片 薄如玻璃薄如蝶翼的 這個透明髮廊 那可見呢 它難度事實上非常的高 那而且它的這個 視覺上的效果呢 也非常非常的美 這個就是很少有髮廊 可以做到美成這個樣子 這算是這個 凡克亞寶這個品牌 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說它不管是用什麼技法 它都會有一種 它所獨有的氣質跟美感 好 這是它這個 在珠寶工藝上面的一些表現 那另外這個 剛才一開始提到的這個 拍動翅膀的蝴蝶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獨特的機制 它是把這個蝴蝶本體呢 連結到它的這個動力來源 就是發條 所以它的上鏈機制 是跟這個蝴蝶緊緊相依的 緊緊相連在一起的 那當你平常在上鏈的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它表背的部分 表背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精彩的這些雕刻 不過因為它有一個膠膜在上面 我不好意思去撕它 所以可能看起來有點霧霧的 它實際上會非常的耀眼 那當你搖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中間這邊的自動盤呢 它就會旋轉 它就會自動上鏈 拍動它的翅膀 所以你平常如果在佩戴呢 你就會看到 就突然就開始動 翅膀就開始動起來了 這是正常現象 就是所謂的自動人偶的概念 那它如果你平常不去動它的時候呢 它一個小時它會拍動19次 不規則的 可能兩分鐘到四分鐘 它就會自動動一次 那如果你不想等那麼久怎麼辦 左下角它還特別做了一個按鈕 你只要按下去呢 它就會開始拍動翅膀 這也是自動人偶的一個巧妙之處 那同時呢 因為我剛才講 它連動到上鏈系統 所以不只是自動上鏈 如果你平常幫它手上鏈呢 你看我用龍頭旋轉 這個手上鏈它也可以幫它提供動力 那這個提供動力的過程中呢 蝴蝶就會不斷地拍動翅膀 所以這個也是這一款萬表的一個趣味之一 好 那它的定價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定價是在台幣1000萬 那當然這個1000萬 買一支錶呢 當然是一個相當高貴的一個價格 不過呢 這款錶它事實上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藝術精品 尤其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些工藝 這個髮廊彩繪相賺 這些工藝的技法 都是非常非常少見 非常獨特的 因此呢 再加上這個自動人偶的 這個蝴蝶的獨特的機制呢 這1000萬呢 其實也是花得相當值得 好那順便看一下它的皮錶帶 皮錶帶 它甚至於針扣的部分也都相滿的鑽石 是 我自己在看 我覺得這是一款非常特別的一個機械萬表 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它整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施意製錶這個概念 有一個很美的想法 那怎麼樣透過一個更美的工藝的表現 讓它呢能夠相得益彰 這我覺得是 凡克牙寶這個品牌最吸引我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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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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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